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地雷吗 可能不只是半导体和军费 因为在蔡政府任内成立的公式 台湾Plus 传出委外的记者 竟然在选举结果已经出炉之后 还在讽刺川普 他怎么说呢 他说美国人到底会选出一个女性的总统 还是一个被定罪的重刑犯呢 看起来美国人是选择了重刑犯 或许在选前有人会有这样的分析 可是这时候可是已经确定要由川普当选的时刻 这样讲真的OK吗 李燕秀就提了 他说民进党的大家不可以以美 结果呢 政府养的公式公开带头开酸川普 放任攻击即将要上任的美国元首 这样对于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吗 结果文化部长李远都说 这会不会影响到台美关系 我真的不晓得会不会啦 但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蛮严重的耶 所以啦 还不知道台美关系会如何变化的时候 就先来给川普呢 大酸特酸说他是个重刑犯耶 好啦 但是这个台湾Plus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构呢 审计部就说了 台湾Plus啊 其实啊年度的预算高达10亿元啊 目标的达成率确实有一成而已啊 完全没有符合行销台湾的目标 当初说成立这个叫做啊 这个台湾的BBC啦 NHK啊 结果呢 审计部告诉大家 目标达成率根本不到10%耶 好啦 页元值怎么说呢 台湾Plus四年烧掉了58亿元 结果网页的台湾新闻区块里面 竟然还放了巴基斯坦的火车站爆炸的新闻耶 这和台湾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好啦 那么这个App的下载目标 当时定了100万 结果呢 只有15万的下载 然后粉砖呢 只有19万人 按赞22万人追踪 贴文的赞数寥寥无几 不只没有宣传的效果 甚至还影响我们的对外关系吗 那么真的是既上身体 又达不到效果啊 还不如废掉算了 比这个某某制药公司还不如吗 好啦 不过呢 这个工广集团啊 年年亏损 结果竟然还要来砸大钱 说要来投资AI公司吗 原来公事和华市召开了联席董事会 结果拍板说要共同出资3000万 来投资新创AI和活动执行公司啊 结果华市18年来的亏损 已经是40亿元了 本业都顾不好 现在要来搞投资吗 这个柯智恩怎么说呢 他说公事的董作活元辉 他身兼华市的董作两年下来 2023的亏损是2.4亿 然后呢 今年的一到九月 亏了1.4亿 现在呢 竟然还要投资一个新创公司 到底哪来的财力跟自信呢 那么几年之后 公司亏损倒闭 这个烂账是不是要拿纳税钱来补贴呢 公网体制难道还不够大 员工还不够多吗 难道又是为了要来再安插一堆高薪的职缺 成立公司到底是谁的指令呢 好 叶元芝也说呢 这个据说这个新创AI公司啊 根本没有技术人员耶 只有帮公网去优化他们的资料库 那现阶段的人力其实就可以完成啦 而这个时间点又成立一个新公司 真的很怪 是拿国家的钱却频频出包 这样的绩效文化部是都不用管的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连审计部的报告都说 这个台湾Plus每一年花了十亿预算 目标达春绿结果还不到百分之十 我们的官媒呢 竟然还直接去骂外国的元首 是个重刑犯 这到底是帮台湾宣传 还是其实是在害台湾呢 盛峰老师怎么看 这样子哦 这个对台湾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们不要紧张 千万不要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公网 到最为止这个记者没有任何的处分啊 公网也没有表达任何的态度啊 嗯 那好像没这一回事一样啊 所以你们紧张什么呢 但我钱还没捞过啊 有什么好紧张的 啊 那钱捞过了再紧张嘛 那既然叫我们走路 既然叫我们关台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钱还没捞好耶 这些不要脸的人哦 占继的这样的位置 就是大捞特捞国家 那么请问啊 第一个 川普是不是重刑犯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案子 把它确定到是重刑犯哦 对 对吧 那从 因为 无罪推定的角度来看 你起诉他 或者你还没有终审确定 有没有 你怎么可以收视呢 这一个 第二个 川普及所有支持他的人 最痛恨的字 就是重刑犯这几个字 因为这几个字代表了 民主党对他 无情的打压 代表了民主党对他 追杀 而这个追杀是他最痛恨 最痛恨的地方 那我们台湾很了不起 跟着民主党一起起舞 你看多好 我们这些人多有智慧 要死免账 没几趟就这样子 然后事情发生到现在为止 没有做任何的处置 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因为是公共集团 政府文化部的表态 是什么呢 好像没这一回事 这可能会有影响 这还要你说 那你这个部长 也干得太好干了吧 对吧 第二个 我们来看看 目前台美的关系 是前世纪所有人 都非常关注的 那关注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压错了嘛 在整个的前级里面 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 民主党 不 民进党里面 并不认为川普会当選 所以在这四年 这20到24这四年当中 民进党基本上是想尽办法 在建立跟民主党的关系 共和党关系就有点严了 本来在蔡英文的时代里面 这个关系建立的还不错 为什么不错 因为共和党当政嘛 而且当时是以 地产最起家的 这一个川普呢 在纽约里面 有台湾不少 也从事这个行业 而且跟他有关系的人 所以当时的线拉到 会有电话通 都是有 有机可行的 可是在国卫山事件完了之后 民进党基本上已经判定 不可能起来了 美国的 他们相信的那个伟大的民主国 相信那个伟大的灯塔国 怎么会有这一种 可以煽动国卫山事件 还可以东山再集 不会啦 没有机会啦 结果没有想到 还真的有机会啦 所以在这四年里面 基本上他们是跟 民主党的关系 远离了共和党 但是呢 政治总是要 要这个什么 压个宝嘛 可是又不太 靠得太过去 看了也没啥希望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又当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千年的我穿威武 到这一次 完全就不见了 所以从两千年 一直到2024年 这四年当中 这个关系是跑掉的 你只要看那个东西 就看得出来 这一次要递个这个什么 递个贺卡 还什么个递法 还要跑到延屋城 是给一个外面船 可能会当什么的人 递 这很丢脸耶 假如我们的外交工作 做到那样子 那干脆 请公关公司递 都会比他递得漂亮 你信不信 这证明民进党 现在在美国的关系上 现在是一塌糊涂 完全没有那一种陷入可行 而且这个CNN给他报导出来 是跑到延屋城 找欧布拉恩去递 这个东西 这个一出来就很难看 各位在新闻界也工作这么久 闻到了什么味道 没有路纸 没有管道 就是连最起码交由 我们的在美国的代表处 是递这个东西都做不到 所以才需要这么辛苦 而且还不是在纽约交货 也不是在华盛顿交货 是跑到延屋城去交货 换言之 是欧布拉恩告诉他 你来吧 而且搞不好去的时候 还不晓得是什么 说不定去了以后 才把他掏出来也不一定 所以点点证明那个是 我们已经换架了错误 我们又换架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他心中 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 然后更可怕的是 整个政府从上到下 好像没事人一样 是的 你们可以混过关 但是我看川普 是不太想让你混过关 公司的英语频道 Taiwan Plus报道美国大选 结果把川普称为是重刑犯 引发争议 连文化部长都担心 恐怕接下来会酿出外交风暴 在党的立委也披露 原本政府设定 Taiwan Plus的APP 目标的下载量是100万 结果三年过去了 到现在也只有15万的下载数 那么Taiwan Plus粉砖 19万人按赞 但是每一则贴文的按赞数 根本是寥寥无几 而且在党也质疑到底是 这个内容不吸引人 还是当初根本就是 这个在仰网军充人数而已吗 就连新闻分类 还把巴基斯坦的火车站的爆炸 当成是台湾的新闻 那Taiwan Plus成立至今 已经烧掉了58亿的明脂明膏了 如果真的是像这个神迹部讲的 根本是一点也没有效果 应该没有疗效又伤身体的药方 难道还要老百姓继续掏钱吃下去吗 帝文怎么看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就咨询过Taiwan Plus的问题 那每年都被骂 为什么呢 第一个Taiwan Plus的下载目标 只有100万 全球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Taiwan Plus的目的 是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话 100万这个目标 其实是奇低的 我认为你起码要1000万吧 100万要干嘛 但问题是好笑了 100万的目标 五分之一都达不到 它现在是所谓是19人 19万人按赞 可是其实下载数只有15万人 而这15万人里头很多也都是台湾人 所以这个数字已经低到 它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根本没有人看 但问题是说相对于这么低效的一个 Taiwan Plus的这个频道 这个APP 却花了几十亿 这个东西太不成比例了 为什么投下重金之后 换来的是一个 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 它没有存在感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节目做得太高级了 一般人看不懂 不是啊 是根本乱作一通啊 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 根本没有人要看 所以第一个 这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早就应该废掉了 那民进党花那么大把的银子 养了一个文字频道在干嘛呢 就我刚刚说的嘛 钱到底是被谁拿走了 第二个 该讲说呢 为什么要成立Taiwan Plu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其他国家 类似公共电视的 这样子的一个英语频道 因为我看的可多了 不要说我常年看BBC的节目 包括韩国的 日本的 我们先讲这些所谓的 民主开放国家的 这个英语频道 譬如说我最熟悉的BBC 它从来不帮政府 做任何宣传的 甚至于是还是监督政府的 那当然BBC 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个国际的频道 英语的频道 当年马英九去访问的时候 接受BBC非常重要的 节目专访是我安排的 他们对国外的元首 当时当然马英九是一个在野党的主席 但BBC访问很多各国的元首 都是非常不客气 不假词色的 当然你可以讲他们站在英国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 殖民帝国的立场 可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 本国的政治人物呢 我还记得我当时在英国 念书的时候 他们刚好访问英国首相 Tony Blair 他是在任的英国首相 一样不假词色 像在修理小学生一样的修理 你在台湾是看不到有媒体 这样子对待自己现任的元首的 他是公共电视 他哪儿国家预算 当然英国人是付电视税的 可是他们不负责帮政府宣传 他绝对不做这件事情的 当然他透过英文 介绍全世界的新闻 英国的历史文化 英国的社会 英国的这个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刚刚讲的 韩国日本也是如此 但今天为什么在台湾 做一个英语频道 做得如此的不三不四 不伦不类呢 那你再看央视好了 你今天做一个台湾plus 不就是想要宣扬台湾啊 跟中国大陆不同啊 或者是我们比人家 对不对 更高一等啊 结果呢 你看看央视的英语频道 我想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有看过央视的英语频道 我只能说两个字 好看 太好看了 为什么好看 所以这内容 专业 那央视的英语频道 有多少用户呢 我刚刚不就讲了吗 如果你们认为 我给台湾plus 所设定的一千万的目标 是高的话 那我告诉你 人家央视的英语频道 我讲的是英语频道 是四千万的用户 那你设定个一百万的目标 然后你现在只有十五万下载 十五万跟四千万 那台湾怎么办 那你不觉得这个台湾plus 还比较成立比较好呢 是不是 人家有四千万 我讲了还是用户呢 这也差太远了吧 所以今天台湾plus 还可以完全不需要检讨 不需要改进 成立了也就三年了 完全不长进 好不容易冒了一个新闻 给大家看到了 结果还是这么糟糕的乌龙新闻 这个记者根本就是 凭自己的所好 他根本不是一个 专业的新闻从业者 我也不知道公事是花多少钱 请了这样的一个记者 就随便来这边糊弄一下 跑个龙套 我是不在乎我们的台湾plus 有没有得罪川普 因为川普人根本不在乎 这个人家也不会看 那西方媒体把川普 讲得更难听 但问题是我们花钱 养这些东西干什么 做这么多垃圾 而且是没有人看的垃圾 到底要干嘛 这才是今天民进党 花钱的态度就是如此 他哪里有把我们的纳顺钱 当钱花呢 花钱如流水 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但没有办法 让世界看见台湾 反而只看到的人 就不看也罢 看了之后 对台湾的评价只会更低 看了只会让台湾更丢人 然后我们还 几十亿啊 这不是钱吗 所以啊 这民进党花钱的态度 就是这样子 其实不只是台湾plus 被质疑是不是浪费民主民高 同样是工广集团的华氏 也被爆出要砸三千万 来投资AI新创公司 那么在党就质疑了 华氏 这个 加入工广集团之后 18年已经亏损了40亿 如果连本业都搞不好 到底哪来的自信跟财力 准备要来搞AI呢 那么现在传出这家 所谓的AI新创公司 与其说是AI 其实是帮工广 在整理它的资料库 其他的业务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公关公司 那民进党已经一大堆人在开公关公司了 就现在工广也要开个公关公司 就有人说难道以后 这个工广也准备要来开绿能公司了吗 还是像是这个柯直恩所质疑的 华氏是这个砸钱开公司 会为了要安插更多的自己人吗 士忍哥怎么看 我要这么说吧 说刚刚立文谈到说 工广集团 工事要世界成名 我举个例子 大家会恍然一惊 1993年 美国拍了一部片子叫世界花园 找谁来 奥黛利赫本 工广集团 你看那个片子多有名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台湾Plus 找世界的知名演员 或是来拍一个好看的故事 或干嘛的 我跟你讲 我们年务委员在这边 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这个整个台湾就推销出去了嘛 这就是我们工广集团的定义嘛 我们工广集团干什么 对不起啊 工广集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谁来晚餐 当年文灵院的争议的时候 你知道找谁来拍 找文灵院的王家拍 啊 你只找王家 那你怎么不找郝龙斌拍另外一集呢 没有啊 这就是表示你的颜色嘛 你花了这么多钱 我说台湾Plus取错名字了 应该改名叫台湾Minus 没有Plus啊 你没有 你知道吗 当年花多少钱 记不记得1450 2019年农委会加强农业讯息 因应对策计划 花了1450万 大家认为说你这个1450 就是养网军吗 当然农委会否认 你的Plus要发挥效果 你没有发挥效果 你在养自己人啊 就好像我们的术发部一样 我们的唐凤已经下台了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术发部继续在花钱 他租金 花了三四亿 然后他养的人等等 都要花国家的公帑 请问一下 这样的一个 一个花钱的态度 难怪林又昌会说 你们在野党 修财化法 是为了要掏空中央 我听你在胡说八道 好像国民党 永远像在野党一样 那如果掏空中央的话 那以后我当中央的执政党 我不是没钱花了吗 那鬼扯淡 我最后要讲 就是如果你要安插更多自己人 你就明讲 你就自己讲好了 不要老是找公广集团 现在华世在第几台 52台 52台原来是谁的 中天的 你跟我讲华世是公广集团 我真是不太相信 你的态度 你的做法 根本没有发挥我们的效果 拍手 这个主持人问说 是不是老百姓要买单 当然是了 不然你要赖清德买单吗 你要左荣泰 偷钱出来 养公广集团吗 没有啊 反正我现在中央执政 我就是花大家的纳税钱 来养我自己人 然后能不能发挥效果 你们知道的事情 反正他叫公广集团 名字好听 公不公广不广 有没有达到plus的效果 不好意思 我们依法行政 依法行制 依法编列预算 不你是要怎样 就这么简单 讲到财化法 上周立法院为了这财化法 真的是大打出手 好不容易现在 这个法案的修正案 已经送出了委员会 今天财委会再度为了 是否要确认上周的议事 路而又起冲突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就提案说 上周的议案 是违反了审查程序 跟议事规则 所以上周的会议无效 先不说在野党 修财化法的目的是 希望预算的划根 可以回到动省之前 中央和地方 6比4的一个比例 这哪叫做 抽中央政府的银根呢 再来现在在野党 不管是提什么案子 好像民进党呢 只要投票不赢 就要比拳头吗 那么就算法案送出了委员会 也直接翻桌 说是会议无效 就算是送到了院会表决 说了好像也没关系 因为民进党还一个杀手锏 叫做视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干脆 所有事情都干脆这个视线 或者是直接修线好了 以后立委也不用选啦 民进党就直接官派 一个立法委员算了 这个牛委员怎么看 我们从今天的议事攻防开始讲起啦 基本上一场会议开完之后 下一场会议要做议事录的确认 那民进党现在就要在这个地方做手脚 也就是说他们要否定议事录的确认 然后进一步认定 上个礼拜在财化法委员会审查是无效的 不过当然啦 这件事情必须面对到客观的条件 也就是说你要否认议事录 你也是要经过一个投票表决的程序 那现在跟过去最大的差别 就是国民党在人数方面是有优势的 而且我们的作战意志 基本上空前强烈 所以他今天想要这样 也要找一个好的时机 比如说国民党围不在 他才有办法用突袭的方式来处理 那今天国民党当然是 这个大家都是假机动员嘛 财委会大家都到场戒备 也不怕你拖 所以他现在会议的状态 在录影的时候 他的会议的状态是休息的 但随时来没关系啊 那只要到了法定五点半 今天就没有处理 只要撑过这三天啦 因为这三天 这个礼拜的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 是由民进党来做排案 那每一天都可以做议事录的确认 他可以三天都不处理 没有关系 他只要处理 我们就一定要让议事录确认 并且通过 如果不处理 就等到下个礼拜再来处理 那我想以国民党现在的战力 跟积极准备的状态 我们我还蛮有把握 不会让他们的这个方法得逞 我们不会害怕他的杯葛 也不会害怕他的突袭 那再来从道理上来讲 财政收支划分法 他当然本来就应该要做合理的调整 我们这次提出来的版本 包含未来预期在协商中 可能会让步的若干条件 基本上就是往回到 把柄做大这件事 现在中央拿走了75%的裁员 我们希望让他调整到60% 让地方有多一点的自主权 可以让地方的县市政府 增加所谓的行政效率 地方县市政府 跟真正基层的人民百姓 距离是比较近的 如果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裁员 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 其实对于一般人民的民生建设来说 它是比较有效率的 那统筹分配的增加 会不会影响政府的视权 会有若干的影响 但不是全部的影响 我们在这次的修法过程中 有非常明确的讲 也就是说在一般补助 就是协助中央执行政策的补助上 是不调整的 唯一要调整 请中央尊杰的部分 是叫做所谓的专案型补助 什么叫专案型补助 我中央自己决定明目 我自己决定要给谁 我可以帮特定县市量身打造 这就是过去嘛 你看绿油有执政的县市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它就变得特别的肥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专案补助是一个人质为主的精神 我们今天修财化法 只是让法治跟公式 可以控制钱的流动 让它比例变大 让人质的比例变小 这是一个制度的长治久安的问题 刚刚施政哥讲得很好 国民党以后也有可能会执政 但即便以后我们执政 我们也希望 它是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 而不是一个人质 或者说政治人物 可以随便调度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认为 财政收视划分法 当然有修法的必要性跟正当性 最后来讲政治层面 所有出身地方的政治人物 其实都很清楚 我刚刚讲的是 也就是现在叫做肥大中央 贫弱地方 我地方要盖一个建设 我要跟中央三催事情 要到处拜托 我还要等待上面的垂青 跟关爱的眼神 不见得 为什么捷运盖这么久 为什么该盖的学校 没有办法如期完成 其实就是因为中央没有开案子 开的案子不一定给你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所有地方出身的政治 不管你是立法委员也好 县市首长也好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不要骗人了 不是你是蓝的 或是绿的问题 无分党派都知道 地方的发展困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民进党当初在野的时候 也一大堆 包含赖青德总统在内 不是曾经都提 要修财化法吗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 朝野共事 不要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我觉得民进党立法委员 或者是中央的官员 都要交代 那为什么你们当初在在野的时候 也希望来修财化法 为什么你们当初也指着中央部会 说肥大中央贫弱地方 要来做调整 难道大家不应该把话讲清楚吗 那今天这个版本 已经经过了 国民党执政线大部分 横跨都市乡村里岛 各方各面都有嘛 我们的版本已经 很具有代表性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明天还有意见 你就提版本进来 大家在协商的过程中 也不是不能讨论嘛 所以不要拿这些东西 用一些花边 或者是用一些小的手段 甚至要用拳头来杯葛 这个是跟民生建设 相关的民生法案 奉劝我们民进党的好同事 不要再跟人民过不去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